12号一早 新竹市长林志坚的脸书 PO出了这样的讯息 动物园的红毛猩猩和孟加拉虎不见了 还说市府已经联系动物园 钓越监视器画面 追踪他们的去向 讯息一贴出 简直吓死人了 市民以为老虎不知道在哪里逛大街 赶紧闻动物园 结果园方也一头雾水 表示因为整修 所以红毛猩猩还有老虎等动物 早在3月9号已经移到台北动物园 可能是因为告示牌还没贴出 才会引起误会 PO文不到两个小时 林志坚的脸书又贴出声明稿写道 上午用协询方式PO文 说明动物安置作业圆满完成 对于惊动了大家深感抱歉 还请大家原谅 这才知道原来市长脸书上 开了个大玩笑 让民众实在无法接受 网友在板上大声踏伐 有网友留言调侃 难道是马达加斯加斯上映吗 市长知道小编乱发文吗 还有人留言说 传统市长不见了 请市长帮忙协询 更有网友痛骂 凶猛动物在市区不见是多么严重的事情 林志坚难道忘记自己已经当市长了吗 要网军帮忙协询 现在反被网军严厉谴谴责乱PO文 经过查证 虽然脸书PO文不是市长发的 但是放任小编在脸书上乱开玩笑 造成民众恐慌 没进到监督幕僚的责任 林志坚恐怕也难辞其咎 记者和梦谦李维哲新竹采访报道